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带您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香港反送中爆发警民冲突 有六位大学生被捕 甚至传出有港警进入校园内搜证 引起学生不安 不只是学生被抓 港警连病人也不放过 在12日的抗争中 有三名示威者受伤送医 没想到警察尾随至医院抓人 被批做法不当 中美貿易纷争未解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放话 要是习近平拒绝在G20峰会与川普见面 那就走着瞧 不过有报导指出 北京对全面加税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孟晚舟事件 中国对加拿大大规模报复 加拿大到底会不会选择放弃 引渡孟晚舟来向中国求和呢 来看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怎么说 先为开始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相关消息 金中示威事件难道被秋后算账了吗 香港大学学生会学院在脸书表示 到目前已经有六名的大学生被警方拘捕 其中两人涉嫌游荡罪 另外有消息传出 有警员会在昨天晚上到校内宿舍里 国贤堂搜查引起议论 综合媒体报导 对于12日的抗议行动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表示 共拘捕11人 而被捕的6名学生 包含一名陈大生和一名静大生 以及另外4名港大生 其中两位港大生被以游荡罪逮捕 港大校委会学生代表黄成峰表示 这两人都是李国贤堂的住宿生 警方曾经要求他们签署同意授权搜屋 但是两人并没有签 立场新闻昨天晚上8点半发直播 称会有警方到李国贤堂搜证 使得多名港大职员 立法会议员 邝俊与许志峰以及媒体 都到场了解情况 但是到了11点左右 涉监吴赵文表示并没有警方来 至于两名被拘捕的港大学生 已经有义务律师协助帮忙 警方已批准两人保释 相信很快就能回家 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说 昨天收到确切消息 称会有警方前来搜查 但等待的过程中 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 未能确认警方是否有来 或者是突然改变主意 但他指校园的确弥漫红色恐怖 学生担心警方的行动 会影响到他们的住处 因此校方与议员都有责任 要保护学生 香港市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却招来暴力镇压 钢筋使用布袋弹 橡胶子弹等多种武器清场 造成80人受伤 不过有报导指出 警方甚至还尾随伤者到医院 并以暴动罪逮捕其中三人 对此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批评警方的做法不当 认为他们不应该向医护人员 索取病人资料 自由时报报导 12日有三名示威者 在抗争中受伤送医 警方随后也赶到医院 以涉嫌暴动罪的罪名逮捕三人 其中一人正是右眼 遭到警方受伤的男子 经证实这名男子是一位老师 他并指控警方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枪 对于有警员向医护人员 询问受伤示威者的情况 香港01引述图景声的话表示 除非示威者拥有武器 可能会伤及医护人员 否则不能够向医院了解 个别示威者的伤势 更不能够在示威者 接受治疗时做出拘捕 另外香港公共医疗 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也说 医护人员有专业守则 除非警方有病人同意书 否则不会轻易透露病人的伤势 他说近日警方增派人手 在急诊室驻守 包含病医探员 除了造成现场不变 更担心医院会变成执法延伸 令示威者不敢就医 导致延误治疗 香港问题还没解决 同样中美贸易能否达成协议 也是未知数 尽管川普12日改口说 对中国增税没有期限 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13日表示 如果习近平拒绝在G20峰会 与川普见面 可能会有后果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日本G20峰会 倒数两周左右 库德洛周四表示 他不愿评论美中领袖 有没有见面的可能性 但暗指川普可能对中国的冷落 做出报复 或许在川普看来 加税人士逼中国让步的 有效手段 但香港01指出 事实上北京对全面加税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国官媒近来接连发布 表达强硬立场的言论 官方也释放了许多 有能力应对美国的声音 不妥协 可以应对 有王牌 达到底是中国目前应对 中美关系的态度 那北京为什么开始放手一搏呢 报道指出 首先美国一直以来都在渲染中国让步 但中国必须捍卫主权尊严 其次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中国对于美国的诉求 已经有了了解 第三 中美之间更重要的是博弈大趋势 中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全球大局 一开始 中美贸易战影响各国对中美关系的判断 北京必须稳定局面 而现在美国的打压 只会让中国更加迅速赢得支持 报道最后提到 中国现在的强硬只是一个开头 对中国来说 这个协议要成为各国参考和效仿的榜样 成为中国推动国际格局转环的里程碑 因此北京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 与美国迅速签订协议 必然将贸易战进行到底 再来把焦点转向中国与加拿大 中加关系自从孟晚舟事件之后就陷入紧张 加拿大前总理克瑞强日前建议放弃引渡孟晚舟 借此来改善与中国的交恶 不过呢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13日驳回 并且表示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很危险 这样做会让全球各地的加拿大人不受安全保障 综合媒体报道克瑞强上周对外表示 他愿意担任加国特使 前往中国营救两名被捕加拿大人 并且化解农产品被拒输中国的经济难题 另外克瑞强同时建议加国司法部长 行使法定权利放弃把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美国 但是方惠兰昨天在华盛顿举行 记者会时表示 对加拿大而言因为中国的施压 而放弃引渡孟晚舟 这无疑是在向中国表示 与加拿大往来任意拘留手段是行得通的 方惠兰说一旦开此先例 将使全球加拿大人的处境变得更不安全 香港01分析指出 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之后 中国随即对加国施展一系列报复行动 有舆论认为北京是杀鸡烟用牛刀 不分青红皂白 一口咬定加拿大是美国的帮凶 这有可能会影响国际形象 然而直到最近加拿大不只不敢一眼还眼 甚至还有官员提出向中方求和的说法 由此可见北京即使动了牛刀杀机 暂时看来确实有效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自有时报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连续63天在钓鱼台这边海域 发现中国海警船 为了加强临海警戒 日本海上保安厅预计将在钓鱼台附近 部署新式大型海巡舰 报导指出日本政府最近观察到 中国海警行动的改变 过去在钓鱼台海域挑衅的中国海警船 一旦遇到浪高两公尺的天气就会返航 但是最近即便在暴风雨的天气下 海警船仍然会在海上等待 只要天气转好 就会继续在钓鱼台周围行动 此外中国海警于去年7月编入武装警察部队 反映出海警已从治安机构 治安机构转移到军事机构 有鉴于此 日本预计将派出新式大型的海巡舰 前往钓鱼台海域巡逻 立足中国海警的入侵行为 美国联邦参议院院会13日以94票赞成 3票反对通过国务院亚太驻青人事案 将由退役空军准将史迪威出任 苹果日报报导会说中文与韩文的史迪威 曾经派驻美国驻北京使馆担任武官 也曾经担任五角大厦联合参谋部 亚洲政治与军事事务副主任 在提名成为亚太驻青前 担任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研究小组主任 对于中国与亚洲事务是相当熟悉 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曾表示 中国应该停止对台湾施压 并且恢复对话被外界认为对中立场强硬 截至目前为止 川普政府的鹰派大将阵容越来越坚强 显示华府对中国鹰派势力抬头 香港今天没有出现大规模聚集示威 当地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 则在地铁发起最新行动 根据平文日报七名成员早上八点多上班时间 跪在地铁站通道拉起绿色布条 举起罢课罢工旧港的标语 又展示日前冲突中被警员打伤的示威者伤视照片 呼吁市民星期一参与罢课罢工 星期日再次上街游行 香港众志在社群平台进行直播 多名路过的民众表示支持为他们加油打气 但是也有人批评他们阻碍民众上班 但现场秩序大致良好 并没有阻塞人流 然而抗议行动结束后 有七名众志成员被带到附近公园 被警员要求记录身份资料 港铁则以阻塞其他乘客为由 向参与抗议的众志成员发出传票 香港教协12日宣布 由于社会气氛急剧恶化 宣布发动本周全港罢课不罢交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隔天则致函 全港学校坚决表明反对罢课及罢交 并表示如果有教师未经批准缺席 应该按照相关条例处理 引发争议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批评 教育局的做法是火上加油 根本是向校长和教监施压 也提到不少老师看到信件之后 感到非常愤怒 并提到很多老师前天到京中 只是到现场照顾参与示威的学生 家长联盟也表示 强烈反对教育局局长散播白色恐怖 认为致函全港学校是企图向校方施压 做法实在令人心寒 并指出就过去经常发生的教育问题 包含校镇混乱 校方滥权等 教育局局长多次以校本管理 尊重教学专业为由推卸责任 质疑为何这次认为有理由 要主动提醒校方做出处理 又指出如果政府真心尊重专业意见 这几天乱局根本不会发生 问题的始作雍者不是其他人 正是政府要求杨润雄收回信函 财新网今天报导 消息人士证实 原南京市政协主席沈建已自杀身亡 根据了解 沈建曾任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任内曾进行重大项目建设 金融等工作 并在2013年起 出任南京市政协主席 去年1月退休 今年1月还曾参加过南京政协会议 虽然身亡的具体原因不明 但近年来 南京官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根据公开资料 南京原市长纪建业2013年落马 两年后获行15年 2015年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落马 隔年被判12年 纪建业的继任者庙瑞林 去年升任江苏副省长随后被查 而沈建与纪建业 杨卫泽 庙瑞林三人 任职上都有交集 自2019年以来 中共官场已经有多名的官员自杀 官场人士指出 中共官场的集体腐败一直存在 随着反腐力度加大 有些官员被逼近死胡同 外在压力和内在矛盾 都促成这些自杀现象的发生 美国川普政府为阻止先进车辆使用中国科技 拒绝特斯拉对减免电动车零件关税的请求 也否决Uber电动滑板车关税豁免的要求 通用汽车至少50项请求也遭拒绝 根据中央社贸易战下 美国去年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25%关税后 美国贸易代表署允许企业提出关税豁免申请 但根据政府文件贸易代表署在5月29日的信函中 拒绝特斯拉Model 3车载电脑和主荧幕的关税豁免申请 因为担心这两项具战略中央性产品 可能和中国制造2025有关 此外通用汽车50多项 涉及中国制汽车零件的关税豁免申请也遭拒绝 包含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内 控制高压电池的电子控制器 高频天线马达零件和刹车零件等等 同时贸易代表署也否决Uber 对中国制电动自行车的25%关税豁免申请 根据了解目前在13000起关税豁免申请案中 7000多项产品申请遭到驳回 显示川普政府采取有系统的措施 阻碍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